五组 五组犬只请速到赛环 哈士奇 赛摩耶 博美 CKU第五组别 尖嘴犬和原始犬组比赛开始了 五个月大的陆飞属于其中的特幼组 很明显这只狗狗它显得有些羞涩 哦 不好 因为刚刚狗狗的抗拒 它的身体往后移动了一点 使得现在狗狗它的后腿没有摆好位置 哈士奇的步态要求平顺 脚步轻而快 展现出前驱优秀的延伸性 和后驱优秀的驱动力 陆飞的测试步态展现中 后腿的驱动性稍显不足 这是由于后驱的角度 和现场与指导者的配合不熟悉导致的 但是陆飞年纪轻 在发育上后驱仍有进步的空间 相信未来它也能变得更加出色 特有组小狗大多没什么比赛经验 大家难免有着初出茅庐的不适感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经验的指导手 提供一些好的建议了 总结完经验 再次后场 遗憾的是 在这次比赛中 陆飞居然是唯一的一条 西伯利亚哈士奇拳 再看看隔壁金毛的热闹劲 陆飞在单拳中阻别中 真是比了个寂寞 大家看啊 现在这一位小选手 他的站姿 没有像刚刚那样子 后腿没有摆好 小家伙也没有像刚刚那么抗拒 做出了很好的调整 好 现在之前来回 在这一场的表现 这是远比前一场有好得多 真的要给陆飞很大的鼓励 可能第一场太紧张了 所以有点手忙脚乱 第二场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我希望接下来 我的心态可以调整好 我多大的 五个月 经过前几场的短场适应 陆飞和米露这对新手组合 明显自在了许多 其实只要陆飞觉得 这个派对不无聊 成功几率就能提高不少 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 本次郑州战全拳种大赛 特幼组全场总冠军的比赛环节 虽然在单拳种组别中 无障碍晋级 但在眼前的全拳种比赛中 陆飞的对手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那么裁判上每一位选手 再绕长宇州 第一位选手边境舞羊卷 很明显哦 刚刚知道说 他再回去重新起步 很明显小家伙 很亢奋很不配合 那么第二位选手 这是澳大利亚母羊拳 那么下一位 这是三到六个月的柴拳 下一位 西伯利亚哈士奇拳拳 现在是哈士奇陆飞 开始环境二场了 整体状态稳定了不少 很多小选手第一次上场的话 难免会有一些紧张 那么陆飞呢 这两天的整体表现 可以说一直在进步 一路上扬 希望他以后的成绩 会越来越好 裁判现在手中 拿到的是两个简化 特幼组全场总冠军 第二名获得这是 柴拳 恭喜这位小家伙 那么第一名 第一名获得这是 澳大利亚母羊拳 恭喜东西 第一次上赛场的话 我知道自己不要紧张 尽力安慰自己 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控制不住 可能是我自己没有调动出 他的最积极最优秀的那一面 所以就是和好成绩失之交臂 过期和后 把我们机会 扎紧时间 扎紧时间 说好的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呢 和看起来意犹未尽的路飞相比 人类真的是很在意输赢的动物啊 感谢观看 您看 您可以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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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 planning